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预计反弹幅度会增加 昨天早段有回调迹象 可惜是捉不到日期 昨天也建议大家买回 价格比较保守 建议大家66至61价格去买 结果又反弹上去 建议大家可以沽约1279至1288价格去沽 昨天的日期是1278.7价格 昨天的反弹 虽然可以归咎于 亦可以在理解之内 因此事应该不会影响得太大 昨天最主要是美元调整比较显著 美元又在高位回落 但大家又要注意 由于上周五美元指数已经去到95 即是用日线图去看 美元已经做了今个月的最高位 为什么美元出现第二段上升 其实是完成了上升趋势 所以今天可以做调整又可以 反弹亦可以 所以不是一个很绝对性 因为今天是10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定要完成某些幅度或升或跌 如果这样计算 除非有突发消息 否则金可能是现在这些价格 上下五六美元上下 可能是最高看1283 下面最高看1270或1268 这些位置 但会倾向买金升多一点 如果买金会穿昨天的日期还是日期下 我估计他穿昨天的日期下 是8.7个机会大 所以如果去看 仍然都是今天会偏向买会比较好 但又要这样计算 既然又不是预计它升穿很多 你可以计算 如果拿到1270去买 预计可能是预计有10元左右的利润 所以去到70买 70去买是否值不值得一拨 甚至乎我放76去买 我当我高点买 更加直播率会相对较低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 反过去推 因为目标在哪里 而如果在mini价去做 反而不是合理的入市策略 所以大家要注意 今天可能会比较稳定 价格方面跟昨天差不多 可能有少少微调 如果想知道 去我们SkyFi的Facebook专页 今天节目到此